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陈医生来,总是要大家分享一些香港比较常见 大家如果不留意的话,就会出现病症 我想问陈医生,胃癌这件事是否普遍的大加历史 胃癌就排第六 都是头十位,不要看少它 胃癌就不是常见,但它很毒 有多毒呢 传活率比其他癌症来说是低一点 即是说庚治率传活率都会低一点 很多时候因为消化度里面 那个器官,譬如肠癌和胃癌 都是肠胃而已 为何分别那么大呢 因为胃癌有很多血管 即不是一条血管输给它 它有几个血管系统 变成如果癌症一发生的话 它有很多条脑可以散开它 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猜测 第二就是它的表现出来是很少精致 因为胃可以涨 还有很多时候胃病 都市人都不会觉得是什么严重的问题 对啊,过过的瘤 对啊,最近多了气啊 有些顶,直到它开始消瘦了 大便见到稀黑色了,即是有些胃出血了 就可能已经很晚期了 所以这几个因素呢 令到我们不能够及早 见到很早期的胃癌就更致了它 但你无理由无端端 就算去看检 都无理由和我查看有没有胃癌 叫你做胃镜你都很害怕 对啊,叫我做胃镜我到现在都在考虑 所以在一些胃癌发生很常见的地方 例如日本、韩国 其实它们已经有西茶计划 例如他在日本 他一到三十五岁 政府就已经资助他 去做一个叫做背餐的造影 那他自己可以 再添一些荷包加多些钱 去做胃镜也可以 那背餐造影能够 筛查到部分胃癌的发生 那任何那么年轻的胃癌 你都要立刻再看多些 再做个内窃镜 拿化验 所以他们就找到很多早期的胃癌 那这早期胃癌就是很好的庚治机会 那为什么刚才我听你说 就是说特别拼击了日本和韩国 他们特别多 对啊 为什么他们会特别多 跟我们的饮食很大关系 是吗 是不是他经常吃即食烟呢 我想业制的东西一定是有的 就是你说一些罐头业制辣的东西 一些刺激性的辣 很酸辣 很椒盐辣 vinegar 辣的这些都是我们知道是风险之一 啊 vinegar也有事 嗯 不是以为吃醋好像很健康吗 你正常吃醋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的摄取量是高到年高 即胃都会痠 那你痠了 你又有为酸又成 拿到下去的伤口 其实你要给机会去好 他一不好 任何伤口的胃都会有机会演变 哦哦哦哦哦哦 知道为什么日本的喜欢吃 没办法了 他们有这个伤口 另一个风险很常见的 都会经常听的 就是幽门螺旋钢菌感染 是是是是 基本上很常见 我们一个推测 我们大概有一成的人口都有 嗯 但是一半的人是没有症状 可能他走来走去 又带着螺旋菌在身体里面 尤其是煮食的厨师 因为他们碰一些生的食物 他感染了 他煮食给你 他传染给你 很多时候在日本韩国 他们吃一些鱼生刺身的时候 就这样传出去 他们有螺旋菌而引致胃癌 那个率是比较高的 初期我们用什么方法 即是说我有两口气 我就立刻去看医生 什么情况下你要留意呢 也有些是参考的 譬如你年纪到45岁以上 你烟灵超过十年 你有一些新的胃病 是过了两个星期都不好的 开始消瘦 胃口很差吃不到东西 重复呕吐 或者我刚才说过 黑色的稀释大便 在家族里面有人试过有胃癌 会遗传的 有 我们统计上 大概一成的胃癌是遗传的 这些病人都要提高警觉 即早些去找医生 去考虑一个胃镜看看 这就是早期了 是 好了 末期 有些会去到什么地步 我们胃癌晚期的发病率 其实都不少 例如我们见到胃癌有多少个 来到的时候已经是比较差的 十个有三个 都是挺高的 这些病人通常来到的时候 已经 病人在里面一段时间 可能他们都没有 真的去觉得严重 然后 真的去到吃不到东西了 吃到什么都吐了 这样才来看我 这些情况呢 我们就要舒缓到症状 即是希望解决到它咬的问题 营养的问题 还有去了解肿流重 是否可以医治 可以医治 可以医治 那是怎样医治 是否又是化疗 做那些事情 不是的 现在很先进的 现在我们 如果像日本 他见到很多早期的胃癌 所以他们 在九十年代开始 已经有很多 我们叫做无创的手术 即是连伤口都没有 只是用内窥镜 去把肿流撤走 你想象一下是怎样做呢 譬如胃癌 是很早期的话 我们想象一下 胃壁是有五层 一二三四五 由内到外 最入的那层叫做黏膜 早期胃癌代表 肿流仍然在黏膜那层 我们可以用一个新的技术 就是内窥镜 好像片皮鸭 撤走黏膜 因为我们知道 肿流未吃到肌肉层 那层次 其实它散开机会很低很低 所以如果我们撤走黏膜层 的话 其实就会更致到病 是 即是其实 这个怎样都是 病患前中医 是 连化疗都不用 是 连电疗都不用 是 但是去到中期 真的它吃到肌肉层 要去到 不能够透过内窥镜的手术 那些病人就可以 考虑微瘡 即是开小窿做 切除部分 或者全部胃 去将病根治 好了 这个 这个 会不会 你觉得是根治 还是会不会 有 是 所有癌症都有机会 回发的 而我们 对胃癌的了解 我们知道 第二期以上 病完全不同了 第二期以内的胃癌 其实 回发率 都是比较低 第二期以上 它已经飙升了 有多少期 四期 四期 但是它再有细分 就是有A、B 但是我们 概念上 你一过了二期以上 多数都要化疗电疗 去控制它 去复发的可能性 那我们可以 有没有什么 做 现在当没有 当没有 有什么可以 预防性 治疗 我刚才说到 饮食很重要 就是尽量少吃一些 垃杂的东西 零食 或者包装性 盐分很高的东西 刚才提到 啤酒醋 醋 醃製的东西 等等 烟仔要解掉它 多些抗氧化的食物 水果 维他命C 这些 如果你是有 试过感染螺旋钢菌 也要确保它是死亡了 就是医好了 如果家族性 人家是有胃癌的话 那你最好就是在 你家族里面胃癌 患者 年龄10至20年 做胃镜 开始看着有没有事 也是要检查 这个是必须的做法 去到多少岁 你觉得胃是多少岁要检查 如果你是高风险区 其实我们就正在中间 就是我们 发病率没有日本和韩国那么高 但是我们也高过西方很多 所以我会建议你40岁以上 你有不舒服的胃病 你就应该去检查一次 因为胃镜安全 检查快 还有知道的很多 又可以重复做 我觉得是值得的 是怎样的 你说安全 我想知道 我真的想去看 其实胃镜做的时候 首先你会睡着觉 你没有痛楚 即麻醉 有可以叫做注射式震定剂 或者有监测麻醉 这两个做法都可以 很少只是口腔麻醉就放进去 内规镜现在已经很先进 做到很幼 大概九个毫米 好像手指尾 睡着觉的时候 镜经过喉咙 其实你没有感觉 我们会看喉咙食道 看胃 去到十二指肠 然后出来的时候 在胃道道再细看 用化炎 看看有没有螺旋钢菌 发足测试 有没有阴性阳性 然后就完成了 整个检查可能三个字完成了 大家如果对于这些 这个黑暗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留言 可以啊 可以欢迎 我一定会找时间 又找陈医生来回答大家 好吗 我现在听了 我现在常常怕那些 堆完出来 我喉咙很痛 没有的 如果没有的 好我举一下手指尾 试一下这个胃镜先 谢谢 不要这么说